很感謝 其實化工業的事情 我們非常謝謝大家 那其實我們覺得怎麼樣就是說 站在一個不同的角度來看事情 而且學習跟成長是很重要 就是過去大家對綠資源的看待 跟處理的原則 我覺得是需要去做調整 應該要以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在我們盡力 真的沒有辦法之後再說 所以我們其實在接到電話之後 我們其實馬上就處理了 而且我覺得我們也很幸運 就是梅菀老師都非常非常的幫忙 我記得那一天晚上我們在聯絡 然後隔天就去縣長會看 那所以廖老師也來了 然後林士水也來了 然後幾位都來幫我們忙 那我覺得這個 如果這樣說 這是我們需要學習跟努力的地方 那我們過去因為工程的作法 確實有它的SLP 那對於每一個狀況 確實是會有些差別 那我們林剛斗說我們完全認定 所以我們以後我們就是 能夠循著這樣的模式來做 就是先禁令再說 然後接下來可能就是要看 每個Case by Case的狀況 就是 就是道理就是說 我們真的也沒辦法救他 那或者是他的影響也沒辦法 因為有一些 有一些狀況就是說 就我所知 有部分的SLP 他其實已經到了沒有辦法救 然後可能他還會影響到 所有周邊的那個 那個橋木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是個案 每個個案 我們都用最認真的態度 我們看法是這樣 那這個也是希望後續 請大家再來協助 謝謝 謝謝 就是 我幫我最後的點想說 我覺得就是 每個案子 我們都能從先期的討論 那就是說 真的是Case by Case 因為都不太一樣 等先期的討論 然後計畫怎麼去做 然後最後的執行 然後檢討 如果我們能一次一次 這樣子的時候 相信 這樣的結果會是更好的 然後 像你說 我們在現場 說我們都在思考 怎麼樣留 有個最好的 比如說他們說 最老一個是 他當然已經沒辦法再長大 但是他的所謂的核根病 在中間的地方 或者是 那他不會理想到根部 然後 對那些老人家 當然本來是要被移植走的 那當然對那些老人家 就覺得說 那你怎麼不移 那就是說 他可能長不大 但是他會維持在那個樣子 就是說 我們把 他這件事情會產生的 結果是什麼 那我們說得很清楚 那就可以做 我相信這個決定就會比較明確一點 其實我覺得 無論如何 第一類接觸很重要 就是彼此的溝通 了解很重要 即使到最後這一顆樹 可能被移植 都需要讓他了解為什麼 因為 我們 我覺得這是我們 需要改進的地方 我們當時只做專業的判斷 因為他確實 我們已經證實 他確實罹患了核根病 那我們考慮的地方是他的後果 他的後果很有可能整個功能都完蛋了 那事實上有沒有這樣的理由 真的有 所以我們才會認為 就是說事情必須要趕快去處理 那當然就是在大家的協助之下 是不是能夠把他的病情控制 然後 我覺得最重要是不影響到其他 然後對於這個顆樹本身 是不是能夠越來越好 我覺得這個是等於每個狀況其實不太一定 對 要看狀況來 對 那就是一起努力 我覺得我真的是這樣 只是說 像爸爸在地 你如果有到現場去發現 那個我自己去都很驚訝 那個在地那個李伯伯 他真的資料做得都相當的完整 我都覺得 哇我怎麼可以做這麼厲害 就真的是做得非常的用心 所以代表他們真的 在現場幾個八九十歲的老人家 他們真的很在乎那塊環境 其實跟您報告 因為之前榮華我也去了南湯 事實上不同的生意 因為 因為 就我所知 那邊很多的 市府的那個居民 是對於那邊的數人有意見 我的意思是說 不見得 當然像 就有 像所謂的兩種生意 而是重點是說 我們怎麼去透過一個討論 對 就是說 我們怎麼去透過一個討論 然後最後真的是有一個執行的方式 就好比 最後 假設最後真的 大局長蓋完 數還是要移 我們就等著被警察排走 也是一樣的一種狀態 就等於是最後那些公權力 就是說最後的結入是這樣的時候 在法令的情況之下 我們還會面臨到這樣子的部分 可是在前期 能不能做好更多的討論 其實我覺得您說的是最重要 但是也是我們最擔心的部分 因為 其實我覺得當時說 樹木保護的意外來到我們這邊 我們其實在綠資源維護的立場上 我個人完全都不開始 郭文元出其實都沒有推 但是我們要擔心一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你看 台北市真的 現在要推好多的建設 對 我們有沒有辦法 旁邊當局 這個是我擔心的 不過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因為並不是我們能夠做局部的決定 這我是在這邊說實的 對 所以就是說不只是政府計劃裡面 就是民間也要想辦法去 就是所謂的公共建設 不就是為了要人民更好的美好的生活 更美好的將來 而目前我們進行的這些公共建設 是以我們正在努力的大軍檔案 它並不就是 它並不會為人民帶來多大的 這我們去細舊裡面的合約內容來講話 它並沒有代表 代給人民多大的部分 所以說 這個所謂公共建設 為了人民更好的生活情況下 是不是真的能成立 對 這個就是你說 所以我們也很 很著急的再去 臨機更多的 就是共識 因為 因為事實上就是這樣 所以當然我們生意 如果只是一小撮 那根本就沒有用 或者是說 真的多數的人 都希望朝向哪個建設 努力 那真的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選擇 就是我們在哪裡 其實您說到的是一個最關鍵的問題 也就是說 對所有公共議題來說 真的不同的人 或不同的人 也真的有問題開放 那我覺得 萬劉貴中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是在於說 大家能不能是有一個共識 就是說 你再盡量不影響到建設 這個往前走的 這個方向 怎麼樣讓綠資源 能夠做最好的保存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能夠盡量取得一個平衡點 很有可能在政府的機關 我也是覺得 我希望朝向這個方面來努力 謝謝 謝謝 那廖老師 你喜歡試什麼吧 然後這個 廖老師 廖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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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告